大家好,我是帕克的应用工程师,我叫高燕伟 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原子力显境 力和距离曲线的原理和应用 我会按照以下内容对力和距离曲线进行说明 如果做过原子力显微镜,力和距离曲线分析的人都会有所了解 它主要分析的是样品的粘腹性 或者称为粘着力或粘腹力 初期粘腹力的由来是因为一些有趣的小动物 它们自身携带这种粘腹所性 比如像壁虎、青蛙 这种常见的脚趾有吸盘一样的吸附功能 后来又延伸到材料科学、生物科学的方面 那么帕克的力和距离曲线又是怎样一个存在呢 作为帕克的一个针对粘腹力等力学特性研究的一个模式 它一直隐藏在每一款帕克的研究性设备之中 比如众所周知帕克的设备呢 基本上包含了业内所有的分析模式吧 就像成像模式 电学模式、力学模式 还有这些一些特殊的模式 力学模式中的力谱是每一台帕克设备的标配 可以说是标配 也可以说是默认配置了 但是呢很少人能够充分的利用它 其实操作起来呢还并不难 但是相关的一些特殊条件还设计了它的一些难点吧 比如说探针的选择呀 悬臂的校准呢等等 而且力和距离曲线 以它为基础啊 延伸的页下地曲线 拼判成像也是具有一定的特殊意义的 在特殊材料的力曲线 力和距离曲线分析当中呢 探针的改良也是一个非常突破常规的方式吧 可以保护样品 也可以能够使咱们计算起来 变得简单的一种方式 所以说根据刚才所说的内容啊 结合今天的一些实际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 力和距离曲线的一些认知啊 嗯 力和距离曲线呢是一种分光镜检查技术 在扫描器伸缩的同时呢 可以测量针尖与样品表面的随之相互作用 直接测量针尖与样品尖呢 相互作用的同时对比悬臂偏转 与对扫描器的延伸 从而呢可以反映出表面的力学特性 可以通过这个过程简单的进行说明一下 当针尖接近啊 啊样品之好之实没有任何的接触之前是没有作用的 等到相当接近的时候啊 针尖表面会收到一样品的吸引力而被向下拉转 嗯 之后当针尖接触到样品之后 嗯 随着Z扫描器的啊 不断下降 嗯 嗯 样品呢会给针尖一个啊 反作用的斥力 使探针变形 嗯 到达一定的高度之后呢 咱们可以啊 拉提探针 这时候 在 嗯 样品粘复力的作用的时候呢 探针会被向下拉拽 然后这个粘复力呢 我们可以通过 嗯 样品的这个区 图像的这个区域可以测量出来 再到临界点离开的时候呢 就 变得跟原来一样 而且 力合距离取权不仅能够获取样品的粘复特性吗 还能够啊 咱们通过计算吧 相应的表面弹性磨量 也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嗯 在探针向下接触样品 形成斥力 之后 继续下降会 产生一些相关的 啊 线性 比如这条线 用这个规律呢 咱们就可以计算出它的 样品表面的弹性磨量 而 向上拖拽这个过程 就可以收集到 样品表面粘复的特性 好比右图 当中间接触样品的时候 根据它的变形 还有施加的力 还有啊 样品的移植条件 这些移植条件 进行计算 就可以得到样品表面的弹性磨量 嗯 其实探针的选择 在力和距离曲线的测试当中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 嗯 因为不同的探针呢 有着不同的弹性系数 啊 也可以产生 也可能产生不同的力学效果 旋臂的硬度是取决于弹性系数 弹性系数越高呢 旋臂越硬 所以说我们 建议一般的情况下 做力和距离曲线的时候 要选择比较软 就是说 就是说好比 它的弹性系数比较小 的探针 嗯 我们 嗯 经过长期测试吧 在帕克 的探针当中呢 型号当中呢 我们 根据 样品弹性磨量的不同分布 嗯 我们 总结了一些自己的经验吧 大家可以参考 但是呢 如果说 我们数据库里没有的探针 在使用的时候呢 必须对 它的垂直灵稳度和弹性系数呢 进行较准 因为 嗯 如果说错误的弹性系数 的探针会导致 咱们的测量结果完全错误 所以说需要注意这一点 垂直灵稳度 垂直灵稳度 又是什么呢 垂直灵稳度是 旋臂变形量和感光位置 检测其中反射激光位置变化的 啊 教准因子 通过旋臂的弹性系数和 相对的变形量呢 咱们就可以将 它计算成转换成牛顿力 其实这也符合 符合定律吧 教准的方式还是蛮简单的 就是在归片中做一下 力和距离曲线 那下图呢 就是 逆谱当中 力和距离曲线的参数设定 这里涉及到 比如说高度 下降的位置 还有它的速度 还有它的力的极限 不同的探针呢 它的力极限是不一样的 咱们可以根据 我们的建议 可以进行设定 然后点击获取FD曲线 进入咱们的垂直灵稳度校正 里边将 刚才得到的FD曲线呢 导出来 然后呢 进行线性匹配 它就会自动计算出 垂直灵稳度是多少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必须要对悬臂的弹性系数 进行校正 这里呢 帕克采用的是 Summleton的 校正方式 其实这个过程 还是比较简单的 就根据过程 然后在软件的右边 会有一个弹性系数 校正的模块 然后选择它进行Summleton 之后呢 会找到一个波峰 咱们再做线性匹配 就能够根据它的选定区域 所以咱们就可以得到 相应的弹性系数 其实不光是Summleton 还可以利用其他的一些计算方法 像比如说 利用 未知探针 接触已知探针 进行相互公式的计算 这个也是可以的 但是 对业内最准确的方法 还是Summleton的这个方式 液下力距离曲线呢 其实比一般状态下的力距离曲线 会多配备一些模块 如图中所示 它会配有一些叶池啊 一些探针饼之类的 但是呢 叶池呢 咱们可以 根据自己 也可以安放帕克的配置 也可以自己 安放自己相对正确的叶池 但是安放叶池的时候 看右下图 需要注意的是 咱们探针与样品之间的 距离高度 如果说 嗯 叶池太高的话 会容易 碰撞 所以说这一点是 需要注意的 还有就是 咱们 为什么要配备一下 这个 液下探针饼呢 嗯 大家也都知道 原子力显示镜反馈的是 通过激光反馈的 如果说 激光 照射到 打入到液体 里面 会形成散射的 所以说在 呃 夜下探针饼 那我们是装有 屏蔽玻璃的 这个屏蔽玻璃能够 嗯 阻止 激光在夜下的反射 所以说能够使得我们实验 轻松的测量出 正确 呃 的 探针变形量 具体我们可以看一下 呃 呃 夜下FD的 这个影像 首先我们要准备做一些准备工作 然后 找到样品表面 预测的位置 然后下降探针 这时候咱们可以清晰的看到 探针接受的液体表面时的过程 必须将探针完完全全 进入到液体里 然后再聚焦到 呃 探针 表面 打开激光 然后进行激光校正 之后呢 是探针接触到样品 再 根据自己的需要设定一下它的 扫描范围和 嗯 像素 进行扫描 这个过程我就给大家省略了 嗯 扫描完成之后呢 会进入到咱们的例谱当中 直接在FD的 刚刚咱们看到的模块的设定区域 输入相应的参数 之后呢 在图形中选择 咱们想要分析的点进行离合距离曲线 然后在得出的图形当中 打开用我们XEI软件进行分析 所以 相应的数据就能够 嗯 得到 这是这个过程 然后Pinpoint的模式 Pinpoint的成像呢 其实 嗯 是基于地合距离曲线的基础上的一种扫描模式 嗯 一般FD曲线呢 是在 扫描完样品形貌之后呢 在样品形貌图上进行悬点 然后收集相应的FD曲线 嗯 从而得到相应的机器特性 但是呢 它没有办法表达 整体扫描区域的机械性能分布 所以说帕克利用 离合距离 嗯 曲线的这个基础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开发了Pinpoint的模式 是在扫描过程中 每一个点 像素点进行离合距离曲线 然后 把这些曲线进行收集 利用体现上不同位置 的反馈 从而得到 啊 形貌的同时呢 还可以得到样品的模量图啊 粘着力图啊 还有变形图 右手就是一个测量的实力 我们可以通过一段影像 可以看一下它的整个的扫描过程 简单前面我就给 成络了 它也是在每一个像素点 进行离合距离曲线的作用 利用不同区间呢 像这段形成次略的 啊 区间咱们就可以利用成为 啊 样品形貌图的 反馈 而这段 探针变形 到达最高点 这个过程呢 咱们就可以利用成 探针变它的硬度和磨量 而啊 嗯 拉拽样品 这个区间 咱们就可以 得到它的 嗯 年复利的图形 再看一下这个过程 首先打开软件 将探针 将探针 下降到样品表面 选择评判的模式 首先要做一下 嗯 利和距离曲线 以这个利和距离曲线 为基础 嗯 进行扫描 大家可以看到 左侧呢 其实有很多的参数 现在呢 经过不断的发展吧 我们 哈克的 评判的模式呢 只需要 有 两三个 啊 改变参数就可以了 不需要大量的 参数进行扫描 以前呢 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 需要 很多参数进行改变 才能够得到真正正确的图形 现在呢 我们可以 精简 所以说这个呢 是以前的版本 大家可以 不用太在意 设定完之后 咱们输入扫描范围 进行扫描 这张图呢 其实是一个对比 是pimpoint的模式 和一般的接触模式的对比 在扫描软性物质的时候 嗯 由于 嗯 软性物质会对探针 扫描的时候 会有一些 很影响 所以说 嗯 接触模式的图形 我们扫描这种物质的时候 会图形会很 不清楚 不清洗 但是在相同物质在扫描 利用pimpoint的模式扫描的时候呢 因为它 是在每 按照每一个像素点 在做力和距离曲线 所以说它不会像 一般接触模式这样 扫过样品表面 所以说它扫描出的图像 会比接触模式很清晰 这也是pimpoint的模式的一大优点 嗯 在得到形貌的同时呢 可以 得出很多的力学特性 像联合类啊 像模量啊 根据这些模量 咱们就 它的色彩分布呢 咱们就可以知道 哪个地方大 哪个地方小 对 这也是 嗯 拥抱的模式的 呈现的 非常非常 不错的特点 嗯 说到探针的改良呢 其实 为什么要做探针的改良呢 嗯 因为 探针嘛 一般的探针 探针会非常的尖锐 在做立合距离体验的时候 像测一些特殊样品 比如细胞的时候 它会 针尖会破坏样品的细胞膜 啊 啊 细胞膜 会造成样品的破坏 还有就是咱们的探针 一般会是锥形 所以它规则 啊 它的图形状 并不很规则 所以它计算起来呢 会非常的麻烦 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有一些专家学者呢 研究出将一些玻璃小球或一些输制小球粘附在探针针的部位 再用这些改良的小球探针进行立合距离曲线的应用 这时候呢 整大它的基础面积可以完好的保护 那样品不被破坏 而且呢 嗯 因为它是特殊 嗯 是 非常规则的图形 所以说计算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 还有就是一般利害距离曲线呢 是探针与样品的相互作用 得到相应的 特性 但是呢 我想要得到样品与样品之间的作用呢 是怎么才能获得呢 有一些研究呢 像比如说细胞与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 就可以在探针针间部位固定细胞 然后与另一个细胞进行立合距离曲线的作用 这时候呢 它们的相互作用就能够ülile由提出来 这也是非常创新的实验 还有一些探针特殊用性的服装 样品形成接触的时候形成一些化学件或一些特殊物质 然后在做立合距离体验的时候呢 会有一些特殊的反应效果 探针也可以作为一些运输媒介 像现在的3D打印机非常普及了 但是能利用改良的原子力显示镜探针 也可以进行纳米级的写入和印刷技术 像图中所示将探针上附着印刷分子 在特殊的样品中进行FD曲线 有一些可以直接形成新物质 然后呢通过扫描咱们可以得出咱们所画的印刷的图像 最后呢就是像研究人类科学像毛发 我们头发经常打结吧 这都是因为毛发间粘附力的作用 有些研究学者呢会 针对洗头之前之后的毛发进行 立合距离体验的分析 则出粘附力的差异 从而制成有效的洗发产品 而且呢毛发间的相互作用呢 也是依靠改良头发探针进行测量的 那所以说呢探针的改良呢还是多种多样的 我们可以结合自己的研究 进行像样的改良吧 这个过程呢其实非常非常艰难 但是我确定还是蛮有趣的 以上就是今天我所进行的立合距离曲线的讲解 希望大家能够从中获得一些帮助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与参与 谢谢